尤其是现在会更加尴尬的 因为之前是极恐慌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敢去捞小弟 现在就应该有些获利的 但是如果在现在这个时间做 就可能要想一些中线部署才可以了 所以就是现在这个位置 我自己的看法 我都觉得是保持手仓 不要太冒进 另外一方面就是 就算真的要买美国 都可能是买两个方向的东西 是一些本土成分比较高一点的 就是跟外贸 或者其他情况 会比较低一点的 相关到低一点的行业 会好一点的 另外就是如果资源类 一会儿都有一些介绍的 可以说一下 其实这次带给大家 就是会 我觉得短线都已经升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中线 都还有一些空间 就是化肥类的股份 那其实主要有 就是这件事 在美国有两个原因的 第一就是本身 其实 so far 其实化肥价格 大部分都 就是这段时间 都有个周期的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 今年开始都在受益 都是低库存 然后就 简单说就是 生产其实跟不上需求的 那么那个价格 一直都保持着升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因为俄罗斯今次 就是打虎卡兰 那suppose 他下面的 叫做俄罗斯旗下 相关的国家企业都 基本上会受制裁的 或者境内大部分公司 那么其中一个 就是除了我们平时 common很讲的 就是石油 或者比如开始有些人 会说就是 小米和玉米的供应 都相关都很多 那么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其实 本身呢 这个俄罗斯都有一间 就是国际来说 那个供应都叫比较大的 化肥公司 甲肥的公司 那么 那如果是一个这样 就是大家 现在开始都会想 就是在一个 本来的市场 都已经有些 短缺的情况之下 那么再加上其中一个主要的供应者 受到制裁 那就变成了 立刻理好了其他 就是 不在俄罗斯境内的公司 那么其中一间就是 模式公司 就是MOS 那么这间就是他的 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除了俄罗斯的供应商之外 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对手 那么 本身就是这间公司 也都因为这个原因 应该会 就是suppose会受惠 那么你现在看到都 就是这两天就是 真是一个 叫做市场 情绪或者 开始想到了 那就开始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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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了上去 对了 冲了上去比较快了 那么我预期都应该会有一些回吐的 但是回吐也好 应该50元 楼上这些位置都会守得住的 可能50元 那我觉得 都可以考虑一下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但是他本身这个股值都真的很低 那当然 背后有个原因 就是一来就是原材料 或者我们叫资源股 就是在美国来说 那本身那个 那个 股值或者 比如说市场率都不会去到 好像那些科网股那么高的 一向都是可能单位数 到高双位数 就是10倍已经很高了 那但是在现在这段时间 由于那个价格去drive 就是化肥价格上升 那会drive到令到就是大家都预期他 来到今年应该的盈利增长会很厉害的 那所以就会变了有一个爬升 还有往往很多时候都是周期股都会是这样的 就是可能由一个低的或者中 就是可能5-6倍PE这样升到可能13-14倍都可以的 那所以变了就我觉得都还有一些距离可以去 那另外除了他除了这间之外 另外一间同业 其实那个执行质素会好一点的 就叫NTR的 那这间也是OK的 那但是就相对上来说 因为这次drive是比较快 那其实就大间产能比较豐富一点好一点的公司会好一点 那所以我自己就会比较相对看好MOS多一些 大概记得是所有的 累瓣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